我是Samson 我在創意媒體學院 教聲音藝術類型的科目 以及教一些 physical computing 類型的科目 都會和學生搭電線 我自己當年有一個計劃 主要是聲音的作品 有一個CD 但如果你知道CD這些東西 不知道是否開啟 而且不知道是否開啟 所以我確保有一個A3的項目 一起寫的 這個A3的項目有照片和印象 一些表演時有印象 就算你沒有聽到那支CD 你進行圖片 可能你也會猜到Samson是做這類型的東西 因為當時我做了一些多媒體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你要去思考 資料的時候要計劃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表現到你自己 最重要是Dework本身 我們的Case SCM是網絡資料 那你的PDF你做到那個樣子會曉飛的樣子 然後裏面的作品是不好看的 是不行的 我覺得就沒有意思的 其實反而你花多點心機去選選作品本身 而且每一個作品要有解釋 我覺得 你生活中有一些小創意的 可能你生活中有一些小創意的 不單是你叫做作品的 可能你有文字的東西 或者你有音樂的東西 或者你會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我看見很多那些undergrad的學生 第一年可能上莊 都已經在外出玩一些很奇怪的事 不知道為何圍著那個垃圾堂在叫 那些奇怪的創意 其實那些東西都可以放在這個資料裏面 我想我們不是想看你畫畫畫得多好 或者拍照拍得多厲害 或者你音樂有多厲害 反而看你有沒有這個有創意的potential 就是你這個人想法是不是out of the ordinary 是不是out of the box 會不會是跳通的人 我想你是主要在你的作品 或者portfolio include的東西裏面 去表現你這一面 不用一定要是 總之就不是全部都是畫畫和拍照